大家都知道这是个传统又富有神话故事的节日 农历8月15号因为它是在秋季七八九三个月当中的一个月 所以叫做中秋 关于中秋节有许多好听的故事 最常听的就是嫦娥奔月和吴刚伐贵的故事 嫦娥为了长生不老 偷吃了她先生从西王母那儿求来的仙药 结果呢身子变得轻飘飘的飞上了月宫 但是呢宫里十分冷清 除了有一只小兔子作伴其他什么也没有 嫦娥一个人在月宫里孤单寂寞 很后悔不该偷吃嫌药 吴刚是个很没有耐性的人 他一心想要求仙学会法术 神仙为了教训他 就要他把月亮上一棵桂花树砍断了才教他本事 不料这棵桂花树很特别 砍下一刀立刻就浮原了 怎么砍也不能把它砍倒 到现在吴刚还在用力地砍树呢 自从太空人登陆月球 正是月球上只有坑坑洞洞的岩石 没有嫦娥 没有玉兔 也没有乏贵的吴刚 让我们了解这些只是古代人对月亮的幻想 但是这些神话故事十分的美丽动听 将永远流传 保存在中国人的心中 身在海外的华人依然保持着过中秋节的习俗 每到这个时候 讲究全家大小团聚在一起 吃一顿团圆饭 吃月饼赏月亮 享受天伦之乐 此地的超级市场 为了满足顾客的要求 都会预备很多应洁的食品水果和礼物 希望大家过一个愉快祥和的中秋节 林经理 以前我也经常到这个夏威夷超级市场来买东西 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新的需要房 这是你们新开的吗 对对 这个是我们最近政策的一个部门 为了是方便顾客的要求 那我们很多人有拥有这种医疗卡 这里接受吗 我们现在都接受蛮多的格类各种的medicare 各种的保险 而且我们也有数位那个专业的颜色 在这里为大家来解释一个医药上的问题 这真的给我们很多的华人观众朋友 带来很多很多的方便 不管你说什么样的语言 你不会说英文也没关系 到这来买菜 顺便还可以看看你需要的什么药 都可以买回去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对对对 真的是我们在海外呢 能过上这样传统的中秋节呢 我感觉到非常的好 是啊 我们祝愿大家乐园人缘全家团聚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